民进党罢粮宣告失败提到大铁板 因为超过五成基隆市民投票结果 支持谢国良的高达86014票 占了55.16% 比赞成罢免的多数超过10% 更关键的是谢国良在基隆七个行政区 玩风全营 而且反罢免的得票率 比2022年市长选举得票率还要高 有未来要努力去推动市政 希望全国各地 不是特殊极端的案例 再有很任意罢免的情况 基隆市民成功户粮再也炮轰 民进党从议员设立罢免连署证 当秘书长林又昌投票 前一天都还气裸裸大喊罢免随票 网友狂轰输不起用这招绿道可视 选输的当大官 然后号召罢免选赢的 现在完全是打了恶罢一大巴掌 民进党选输不认输 选输就翻桌 一直说不介入不介入 党的秘书长啊 这么重要位置的人 一天到晚发脸书 罢粮的事情上 天菜火 票开出来 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 公民团体作为挡箭牌 把他们当菜瓜不用 赢了收割输了切割 大日公司在东安商场 报假账被检方起诉 网友炮轰 民进党怎么还敢拿东安商场 来罢免谢国粮 是有多大的弊案怕被查 民进党以及他的彻翼攻击 东安商场的产权 经过我们司法的验证 三次的胜仗 严行政机构也同时胜出 也凸显了林又昌 是如何图立财团 请问我们的检调何时开始调查 林又昌闭案 传出民进党明明还要再搞大罢免 所听的是台中三位新科的 卢系狼尾 直接剑子无秀宴啦 甚至这可能是一个一见五雕的做法 民进党的确就是输不起 所以搞这个大罢免 背后所带有的政治意图 最后还是会有反作用力 兰军有人打算修改选罢法 也有人提议要罢免民进党立委来抗衡 民众罢闷 难道未来只要有人输了选拒 就可以搞罢免当延长赛 据希望陈珍采访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喔